那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连续以往我来讲的题目 叫基督的爱系列3 今天的主题是肢体的生活 那我们大概知道 在从过去以来 我说我们是以非利门书 作为一个借镜 作为一个平台 来看基督的爱如何产生 基督的爱再作为一个基督徒 如何去表达 如何在基督徒的身上 来表现出来 今天的主题要跟你们分享 是肢体的生活 如果你有圣经 我们稍微读一段圣经好不好 如果你有圣经 请打开非利门书第一章 它也唯一一章罢了 总共有25节 原文也有334个字 然后中文字母有807个字 然后我们来看 从15节开始到17节 15节到17节 15节到17节 腓立门书 腓立门1 15-17 15节到17节 和本这样读说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仆 乃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的兄弟 在我实在是如此 何况是你呢 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的 乃是按主说的 17节 你若与我同伴 就接纳他 如同接纳我一样 让我们多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把今天早上的信息 求主你来 使用这信息来对我们收获 求主你高默 普人 高默讲台 高默每一个在座的 兄弟姐妹的耳朵和眼睛 能够领悟 能够启示 而到启示 知道主啊 我们如何在 靠做肢体生活 在家会里面 我们感谢赞美你 如此祷告 那我们从 以佛所书我们已经讲的 不是以佛所 腓利门书我们讲的第三讲了 我们知道背景是保罗写信给腓利门 向腓利门求情 来释 也没有叫他释放 亚尼西姆 也只是说 你能接纳他 你能接纳这个以前犯罪的 得罪过你的 从你家里逃出来的那个 这个奴隶 叫阿尼西姆的 你能接纳他 整个过程呢 我们看到呢 这腓利门呢 此时此刻的保罗呢 他很奇怪的 他以这样的情况来求 腓利门 怎样情况呢 圣经说 腓利门 在腓利门的保罗 他是一个 有年纪的保罗了 这里讲有年纪的保罗 不是讲他 以老卖老 我是最老的 我来教会最久的 人很喜欢比较的 对 我最近去 那个 以保回来 有个牧师跟我讲 如果你来教会 不小心 你就进了邪教 什么邪教呢 有两个 一个就是 计教 一个是比较 如果你来到教会 你爱计教 你还是很计教 你还是爱比较 你就进了邪教 所以圣经里面不要进邪教 基督的爱 让我们不要比较 也不要计教 阿们 所以 这个 然后 这个有年纪的保罗是讲到 他在基督里面 有被上帝 动工和做工 在他身上 他生命有被 耶稣生生的雕刻 然后呢 圣经讲 他是一个被求的 是一个求犯来的 他用这样的身份 用这样的角度 来跟菲利门求 菲利门 我现在是很老 有年纪的保罗 来求你 凭着爱情求你 我现在 也在监狱里面 做一个求犯 来求你 我们看到 保罗的生命 保罗的生命 在此时此刻 在监狱里面 写了 菲利门 按人的角度 保罗被求了 已经是没有用了 因为他不能再做什么东西 他也不能到处去传福音 去传道了 对不对 按人的角度 实在是保罗 没有什么好的用处了 可是在 按神的角度 按神的 看法来说呢 保罗被求啊 是主啊 在给他 要想要给他 更高的 神利用他 在监狱里面啊 的时间 大概有两年 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大概有两年 让他完成了 以佛所书 哥罗西书 菲利门书 还有菲利比书 这四本书信呢 是保罗领受 启示最高的时候写的 假如没有以佛所书 和哥罗西书 我们就无法知道 什么是教会 我们以为 教会是一座建筑物 我们以为 教会是一间会所 其实在圣经里面 从来 从来 没有建筑物 和会所的概念 有时候我们来教会 我们以为 来教会 就是 哦 我们来教会 但是 如果 你要明白 早期两千年前 当一个人 信主耶稣 表示什么 表示他们 随时 有生命的威胁 那时候人家是 香港相当反驳 香港抗拒基督的信仰 甚至我们的主 是被人钉死之架的 谁敢说 我 谁敢说 我是跟从耶稣的 唯有那一般人 真的生命改变 愿意跟从耶稣的人 才说 我是跟从耶稣 当他讲 我跟从耶稣的时候 他们生命是很危险的 他们生命是危险的 他们根本没有教会 没有建筑物去聚会的 他们从一个地方 到一个地方参加聚会的 他们去一间这边的家 菲利门的家聚会之后 就到可能到别人的家聚会了 所以他们没有教会的概念 教会不是建筑物 孙女妹 教会也不是一座一间的居所 根据圣经来讲的教会 在希腊言文叫 Eglésia 大家讲Eglésia Eglésia 什么意思呢 Eglésia是说 上帝在千千万万人中 把你呼召出来 然后你们聚集在一起 来敬拜神的这般人叫教会 难怪耶稣在他的圣经里面 在经文 在他服事里面 曾经对他的门徒说 当你们两三个人 两人过三个人 聚集在一起 奉我的名聚集在一起 我就在你们当中 原来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 孙女妹 原来教会并不是一个居 一个会所 而是 谁是教会 你是教会 我是教会 请你跟旁边的朋友说 你是教会 所以教会不是会所 教会不是建筑物 原来教会就是你们 如果没有你们 这教会就行不成了 如果你们没有在这边教会 这个建筑物简直是空的 没有意义的 但是实在的转移 实在的变迁 我们为了要方便 我们大家都有开始来建筑 有地方 我们有个聚会 如果我今天我问 一天 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教会 所以你要好好地珍惜 尤其你活在马来西亚 那个政策常常不断地改变而改变 我们常常要为我们马来西亚国家来祷告 我们常常要为我们在上有权柄的那些在位的人来祷告 因为你要感谢神今天你还能够敬拜 自由地敬拜在这个土地上 如果今天上帝 或者是魔鬼在做工 使到这个国家已经不可以有教会 不可以有基督徒的聚会 不可以有圣经把圣经烧掉 请问教会在那里 我要再一次地提醒大家 教会并不是一个建筑物 当如果有这样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有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是教会 还有 今天你可以随手可得的圣经 我鼓励你能够多读 圣经讲 我把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里 免得我得罪了你 我们有可以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读圣经 你看我圣经是很烂的圣经 清洁的圣经是肮脏的 因为他没有读圣经 他不知道上帝的话语 他生命没有改变 所以你可以读圣经的时候 你尽量读 一天如果国家 这个土地不让你读圣经 没收所有圣经 或者烧掉所有圣经的时候 怎么办 你没有上帝的话语怎么办 所以你必须要认识上帝的话语 将上帝的话语藏在你的心里面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 明白 在这个 在这个被监狱 监禁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上帝让他明白 什么是教会 原来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 教会不是一个会所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阿们 然后呢 基督是教会的头 保罗看到这一点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如果你有圣经 请你看 X9 十六行传第九章 第二节到第五节 第二节到第五节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X十六行传第九章 第二节到第五节 他这样说 保罗求文书给大马社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 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到耶路撒冷 第三节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社 忽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第四节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圣经对他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必不我 第五节 他说 主啊 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必搏的耶稣 今天呢 我们看到保罗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 他是一个原来杀害基督徒 避害基督徒 来捉拿基督徒的一个头子来的 一个领袖来的 但是他圣经这里描述他自己 讲他见证过他自己的 他的经历的时候 他就是往大马社的路上的时候呢 他拿的文书 就是拿的permit 要去做哪基督徒 要杀基督徒的时候呢 在路上呢 突然间有个大光照着他 照到他能 使到完全他眼睛都不能打开 然后扑倒在地 然后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 扫罗 就是他没有信耶稣之前的名字 叫扫罗 扫罗啊扫罗 你为什么要递分我 然后 然后保罗 也就是扫罗 第一句话 第一句开口问的话 说 主啊 你是谁 我们知道扫罗的肉眼 肉体的眼睛瞎了 此时此刻 保罗的鼠灵的眼睛打开了 然后 他有的异象 这个异象是什么异象 什么大异象和大启示呢 原来哦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荣耀的头 荣耀的头 在异象当中呢 保罗问第一句 主啊 你是谁 然后主回答他 说 我就是你必复的耶稣 保罗一定会问 我怎么可能必复你耶稣 你现在已经是升天 坐在上帝宝座天 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你已经是复活 升天 已经是在天上了了 我怎么可能会逼复你 可是 主让他看到 什么时候 你碰我的身体 你就是碰到我 你什么时候 碰到我的教会 你就是碰我 你打我的身体 你就是在打我 你干犯我的身体 你就是在干犯我 假如保罗没有认识基督的身体 他可能就是一人之上 万人之下的人了 如果主把所有的旨意 都告诉了保罗 他就不需要任何人了 他就是一个很高高在上 不需要任何人的一个人 主说 你要明白我的旨意吗 如果你要明白我的旨意 请你进城 就是大马色的城里面 找一个人叫阿拿尼亚 进去找一个地方 一个人叫阿拿尼亚 然后你今天你会看到 很奇怪的 当保罗被下眼之后 人家领他进城的时候 上帝 耶稣没有叫他去找彼得 耶稣也没有叫他去找约翰 耶稣也没有叫他去找雅各 起码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比较高的 智慧 比较出名的人 比较准确嘛 是吧 可是今天上帝感动保罗 带领保罗 吩咐保罗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进到大马色里面呢 去找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人 叫阿拿尼亚 阿拿尼亚是谁 阿拿尼亚是一个在大马色的一个门徒而已 圣经讲 有一个主的门徒叫阿拿尼亚 对不对 所以呢 当 今天你会看到什么是基督的身体 这个叫保罗 真的谦卑下来了 以前他是靠自己 自己说了就算 如今他要知道神的旨意 他必须要透过一个人叫阿拿尼亚 一个很没有出名的门徒 来为 来告诉他 关于上帝的旨意和心意 他眼睛瞎了 他要得到医治 他必须要透过一个人叫阿拿尼亚的一个小小门徒 让他得到权益 保罗探见了头 原来教会需要有头 牧师不是这间教会的头 兄弟姐妹 耶稣基督做王 当 如果一间教会 任何一间教会 在地上的任何一间教会 如果那个牧师是在里面 是里面的头 牧师是里面的王帝的话 这个教会已经没落了 没落到人的地位 今天我们感谢神 我们恩典堂 谁做头 耶稣做头 耶稣是教会的头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认识基督的身体 然后在第九章第六节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叫保罗起来 进城去 你当所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然后十七节 九章十节 他说 阿拿尼亚就去 进了那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 帝兄少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 就是耶稣 打化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原来 只有基督的身体 才能够叫一个人 真正的谦卑 他现在明白 他只不过是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他需要另一个肢体来告诉他 关于神的质疑 保罗现在发现他不是整个身体 他只不过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这是一个很深的功课来的 兄弟姐妹 所以 因此他能说 在他的书信里面 他说 我比众圣徒还要小 最小的一个 还要小 他能够这样讲 他并不是讲一个谦卑 一个很客气的 他说 在主里面的任何一个圣徒 最小的圣徒 我比他还要小 而这个最小的圣徒 能够供应我的需要 能够供应我的需要 所以不要以为 只有大牧师 才能够帮助我 来到这里 你要找牧师 牧师才能帮助我 不一定的 其他人不行 其他人不行 一定要找大牧师才能帮助我 这个牧师比较不出名 你找那个比较出名的 比特利的牧师 来帮忙我 可能会好一点 不是这么样的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你仍然看不到基督的身体 你仍然不认识 什么叫基督的身体 所以请 来 大家讲 你跟你旁边讲 你是身体 基督的身体 所以虽然 大马社路上呢 保罗看见基督是头 教会是身体 原来哦 这个不是一个理论 这也不是一个空想的地方 上帝做 耶稣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 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就是 耶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他的身体 头在天上 身体在地下 当头在天上 必须支配身体 地上的身体 这不是一个启示 这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理论而已 然后他必须 耶稣要保罗进大马城里面呢 能够感到 能够领受到什么叫基督的身体 当保罗进入城里面呢 他看见那里有一班主的门徒 是主耶稣用保险买回来的 他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现在保罗看见 如果他要明白神的旨意 他必须成为身体里面的一部分 后来保罗才能够说 我们跟圣徒一同明白 主的爱 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尝过高深 你一个人不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了 你一个人不能够去 知道神的爱 何等尝过高深的 许多时候 保罗需要明白 主的爱 必须要和圣徒一起才能明白 所以 兄姐妹 基督徒不是一个单枪匹马的一个基督徒 基督徒也不是一个修道士 或者是一个影视躲在山洞里面 你就能明白上帝旨意的 所以呢 你必须 在基督里面的身体里面 才能够明白 因此我们要明白 主是把我们放在他身体里面 成为他其中的一部分 连保罗也不例外 连保罗也不例外 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 阿拿尼亚来到保罗的面前 按手为他祷告 结果 保罗的眼睛打开了 现在 如果你问保罗 是谁打开你的眼睛 谁这样的眼睛能够看见的 保罗会告诉你 是主借着他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是主借着他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来叫他打开眼睛 这个至高至大 目中无人的保罗 终于看见他需要活在教会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继续看下去 然后呢 他终于明白我不能没有主 也不能离开基督的身体的每一个肢体 也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 保罗不光有大马路上的异象 也要有大马城里面的异象 他本来是一个目中无人 本来就是要 一路上向大马社走去 要杀害阿拿尼亚这样的人 这个人 这两个人是不能够见面的 有一句话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这两个人是不能见面的 一个是基督徒 一个是杀基督徒的人 这两个人是不可以见面的 但是阿拿尼亚 阿拿尼亚就是他要想捉拿的人 他看这些人是往下看的 是不值钱的 很稀奇的 他在大马路上看见了 这个荣耀的头 就是耶稣 他进大马城里面 遇到基督的身体 很小很小的一个肢体 保罗向来都是往下看人的 现在主给他 学习如何晚上看 基督在那里 如果一个人 真的能够看到 基督是头的话 基督是眼手的话 他一定看到 他的身体 就是他的家婚 保罗进城的时候 看见主的肢体 因为阿拿尼亚 称他 弟兄保罗 他们 保罗 主耶稣叫我来的 他说 弟兄保罗 一个真正能够知道 耶稣 什么叫耶稣的身体 或者耶稣的肢体的人 才能够真正明白 兄弟姐妹的肢体 如果我们是兄弟姐妹 就好像阿拿尼亚 穿入保罗 你要用 你要深刻的明白 在阿拿尼亚的 的心中 此时此刻 教会是被 毙驳的 教会是被杀害的 而大家都知道 谁来 谁是杀害 教会的一个人 保罗 保罗是其中一个领袖 去到处捉拿基督徒 捉拿基督徒 杀害基督徒的一个 领袖来的 今天阿拿尼亚 你是疯了啊 你去找这个人 然后按手为他祷告 还要称他叫 弟兄保罗 若不是上帝的启示 若不是上帝 特别的感动 所以你看到 整个教会 肢体的 肢体的 运作和运动 若不是上帝 耶稣基督 成为教会的头 我看 这个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保罗进城的时候 他看见了 主的肢体 因为阿拿尼亚 称为兄弟 保罗 本来 这应该是仇敌来的 本来 杀害他的 结果阿拿尼亚 饶恕他 因为他是弟兄保罗 阿拿尼亚 现在不光是 神赦免他 还叫他眼睛 能够看见 并且明白神的旨意 阿拿尼亚没有说 活该应该应该 那是瞎眼的 上帝惩罚你啊 你看你坏蛋 你杀害我们 做我们 你雷都要干人了 你今天有 因有此报 可是 阿拿尼亚没有这样做 阿拿尼亚没有这样做 阿拿尼亚 自负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不是 过在口中 哎呀 弟兄我爱你 姐妹我爱你 上帝的爱是比较深层 一个真正有基督的爱的人 他是愿意看到他弟兄好 而不是踩他的弟兄 姐妹多两脚 一个真正有爱的人 是愿意让从他看到他 有更深的生命 愿意改变 而不是巴不得让他 让他有受伤的感受 所以这是肢体的原则 阿拿尼亚很懂 这个肢体的原则 所以我们现在明白 我们要明白 主义 不能离开主 不能离开圣经 也不能离开兄弟姐妹 有很多时候 我们不明白 一到教会里面 借着牧师和借着 大家的交流和分享交通 我们就明白过来了 所以圣经说 为什么不能停止聚会 教会不是你爽爽来 不爽不来 能够有空就来 没有空不来的一个地方 因为上帝把你放在教会里面 就是要你能够支取生命 上帝要你能够从那里能够认识基督的爱 而表露来流入出基督的爱 不要停止聚会 不要好像那些停止灌的人一样 保罗得了这个亮光之后 问题是现在他只是他自己看到 别人没有看到 所以保罗需要把这些亮光写下来 所以因此呢 在这里我们说 保罗是一个有年级的保罗 因为他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雕刻 是谁雕刻 圣灵的雕刻 神这时候把他监禁起来 叫他把祸写下来 因此呢 我们就有了以佛所书和哥罗西书 斐利门书和斐利比书 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保罗 是因为有大马社路上的经历 还有大马社城里面 按手祷告的印象的经历 这是根据以佛所和哥罗西书解释的 我们知道保罗有锁链捆着他 他学了那么多功课 现在他里面有祸 能够发表神的旨意 同样的意思 当你读到以佛所和哥罗西书的时候 大马社路上的印象 基督就是教会的源头 或者头神本性一切丰富 丰丰富富存在他里面 但另一方面呢 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 这不是一个理论 这是完完全全可以自行和事行的一个 现在我们要问 如果要自行到什么地方自行 就是要进城去 就是进大马城里面 到那里你会碰见一个人叫阿南亚 从阿南亚身上里 你看见保罗 是需要往下看的 他才能够看见阿南亚 阿南亚 保罗需要他 就是需要阿南亚 阿南亚也需要保罗 不管保罗是怎么样大的一个使徒 他不能离开阿南亚 如果他离开了 就不能明白上一个旨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伊波索和哥罗西书 好像让我们想起了 大马社路上的一个情景 的保罗 但是我们现在要需要 到哥罗西教会去 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有一个人 我们回到我们菲利门书 哥罗西教会有一个人叫 亚尼西姆 他是在那边是最不起眼的 他是一个奴隶 在人 在人看来 他是万物中的渣宅 垃圾 你要看阿南亚 所以你要看亚尼西姆 你是要往下来看他 所以保罗写信给 菲利门的原因就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保罗这里 接着菲利门书告诉我们说 他做一样事情 之前我们也读到 也明白了 保罗讲一句很善奇的话 亚尼西姆是我欣赏的人 如果菲利门能够同情保罗的话 他就要看见 每次晚上看的时候 应该看到亚尼西姆 这么不起眼的一个人 不光因为保罗说 他现在不光是奴隶 是高过奴隶的奴仆了 是亲爱的弟兄 原来这个没有地位 这么没有起眼的人 现在不只是普通的一个亚尼西姆 是一个奴隶 现在他是教会的一分子 他是教会的肢体 他是亲爱的弟兄 弟兄姐妹 在今天世界上有各样不同的情形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在教会里面 我们仍是弟兄 姐妹 在教会里面 你要看人的时候 不要往下看 而是往上看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不只不离开主 我们也不能离开他的教会 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现在不是按着传统说的 也不是按着主制说的 而是按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说的 当教会没有回复 耶稣给他的一个地位 和一个准身 教会就开始荒凉了 教会就开始跌倒了 跌倒到人的位置 跌到人的地位里面去了 当教会跌到人的标准的时候呢 教会就很按着传统做出去 传统吃生餐 传统洗礼 传统做很多东西 因为我是基督徒嘛 所以没有办法我礼拜天来教会 因为我是基督徒嘛 我是来教会的嘛 所以我必须要庆祝圣诞节 变得很传统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菲利门书 我想很清楚大家明白了 大概二十年前 保罗在写菲利门书的二十年前 保罗确实看见那个异象 那个是光 但是那时候没有破 在大马 有大马路上的 有大马城里面的经历 但他现在得着祸了了 他必须要把以佛所书和哥罗西书写下来 叫人家能够明白 保罗在大马路上所看见的光 是什么光 现在我们也要看见 而且要自行在我们身上 同时 菲利门书让我们想起大马射城里面的故事 那里有一个人叫阿拿尼亚 本来保罗应该 本来保罗应该 觉得应该铲除这样的人的 这个人根本就是万物中的渣仔 所以他拿着文书 拿着permit要去杀害这个人 结果他自己却蒙恩得救 信了耶稣 他现在是肢体里面的一个 保罗不等于一个身体 他只不过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他需要头 他需要元首 他更需要每一个肢体 在属灵上 兄姐妹 在属灵的含义上 在属灵的一个含义上 任何一个肢体 独自一个人 独自做肢体 他是不能够活的 你不相信 等下你拿刀砍下你的手来看 你的手能够活吗 没有能够活的 所以教会的存在的意义就是 你要懂得结合 联合在里面 来知取生命和力量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基督 基督不是和尚 基督不是修道士 他可以躲在山洞里面 他就能够得到身先了 不是的 基督跟别的信仰的宗教不一样 他必须跟其他兄弟姐妹 联合在一起 他才有生命 才能够成长 所以 亚尼西姆的意思 亚尼西姆这个名字的意思 是有益处的意思 因此 他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所以斐利门书是给我们看到 保罗所看见的意象 而不是意象 而且是现在已经是 比较实际化 具体化了 叫斐利门 接纳 亚尼西姆 因为他是教会 因此保罗可以说 亚尼西姆是我心上的人 原因是 因为 在大马射程的时候 他看见有人 来按手在他的头上 称他一身 弟兄 保罗 我想这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一个音乐了 本来 保罗要杀这个 亚尼西姆 亚尼西姆怎么反称 保罗是弟兄呢 他们根本就是仇敌嘛 原来啊 亚尼西姆 亚尼西姆代表 援手 就是基督呢 接纳保罗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 那个本来有要摧残教会的一个敌人 要避害教会的保罗 阿拿尼亚代表整个神的教会 接纳保罗进入教会里面 你看到这样的交通吗 什么叫什么是交通 交通就是按手 我们看到 亚尼西姆 见到保罗第一件事情 就按手在他头上 他说弟兄保罗 是主叫我来的 然后叫你能够看见 叫你领受神 所以每一次人家来 我们教会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来兄弟姐妹 我欢迎你来我们讲当中 我们来为你按手来祝福祷告 这个就是一个交通 在属灵含义里面 我们把它接纳 在神的家里面 所以你明白 我们做的任何东西 不是因为传统 是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 阿们 所以呢 然后腓立门书呢 实在叫我们能够看见 什么是叫教会 所以你很明显看见 基督是头 是颜手 然后保罗这个身体 是在里面的 腓立门和亚尼西姆 也在里面 三个不同的人 腓立门是主人 对吗 然后亚尼西姆是仆人 是奴隶 然后保罗是主的仆人 在不同的地方 两个人在哥罗西 一个人在罗马的城 但是你看见 这个身体 是如何的调动的 有的 所以今天 你的存在是有重要的 兄姐妹 你可能是 这个肢体里面的一个小指头 可能说 不是我没有这样伟大 我不是小指头 我只是 身体里面的指甲而已 常常被剪掉了 但是指甲也是有用处的 如果你手指没有指甲的话 你试看看 是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的情况 你可能说 哎呀不是 我不是 我也不是指甲 我只是 我是肢体里面的一根头发而已 头发也很重要的 Amen 所以你看 不管你是 你是手指 你还是舌头也好 你还是牙齿也好 你们 我们大家都是受一个耶稣来支配的 你现在 你看见的不只是腓利门 是有基督的王权底下来做他的头 亚尼西姆也让主来做他的头 如果腓利门不让主做他的头的话 他自己做头 他可能不能接纳亚尼西姆 如果亚尼西姆自己做头的话 做主的话呢 他可能也不要回去了 所以这样奔从他主人跑出来 还要回去受罪 我要受罪呢 所以你看见呢 他们所以可以这样调动 可以这样的互动呢 是因为有主做他们的头 加上保罗 保罗如果没有主做他的头的话 他可能说 哎呀我很忙啊 每天都去宣教 我哪有时间去写腓利门书 我哪有时间去写以佛所书 我哪有时间去写哥罗西书 如果保罗也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们今天没有哥罗西书可看 我们没有以佛所书可看 更没有腓利门书可看 所以我们看到 教会的肢体是如何的调动和运行的 当我们读腓利门书的时候 我们虽然 虽然保罗是使徒 我唯一在腓利门书看到 保罗的一个谦卑 他没有说他是使徒 他说他是有年纪的保罗 他说他是一个囚犯 他是使徒 他有权柄 但他不用权柄 一个有权柄 能够不用权柄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他要自行 耶稣基督的爱 他说我按着基督 可以吩咐你做合一的事 保罗对腓利门说 我可以有这样的权柄 来吩咐你 来命令你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没有按着这个 就算对的事情 我可以吩咐你的 但是我凭着爱心求你 我们看到保罗 是完全看到肢体的需要 然后呢 我们来看 我们看到保罗 换句话说呢 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呢 是完全降服在 耶稣基督的权柄里面 所以再一次 兄弟妹 我们来看 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 第一 我们再一次的 跟旁边的人说 基督是头 来 come on 你跟旁边的人讲说 基督是头 是教会的头 你是身体 基督的身体 所以你不能说 我今天我没有你 没问题的 我们都需要大家 我们需要在自己里面 自取人力 和被建造 请让我们站立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